《经方或惊奇》是马克风一个很主要的主题 我们看到当耶稣在格拉森 将那些污鬼赶入猪群的时候 在格拉森的人看到被鬼附近康备 他们心里很害怕 我们又记得耶稣医好的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的女人 那个女人一被医好的时候不是开心 一被医好的时候是恐惧战经 当耶稣令到一个龟女复活的时候 他的家人和门徒又不是拍手掌 而是大大惊奇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特别当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 门徒也看到的时候不是说好看好看 而是心里面十分的惊奇 《经方》是马克风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但到马克风最后看到另一个更大的惊慌 在路边穿着白袍就很惊奇 那年轻人对他们说 不要激荒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撒那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再借女 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去 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他要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于是他们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 又发抖又惊讶 甚么也没有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去到第十六章 是记载耶稣的復活 当时摩特拉的玛利亚 亚维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 他们都经历过主的能力 特别是摩特拉的玛利亚 曾经有很多七个鬼在他身上赶出来 所以他们对主的感情是很深的 但他们都守着安息日 七日第一日的清早 太阳出来的时候 他们去到坟墓那里 他们担心没有人推得开一块石头 但谁知进去的时候 石头已经推开了 进去见到年轻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惊奇 年轻人叫他们不要惊慌 然后就告诉他们 耶稣已经复活了 你们不用在这里找他 他会先去加里尼 说完之后应该的反应就是 他们去告诉门徒听 但是马福音这个结尾很特别 这几个妇女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 然后第八字又发抖又惊讶 甚至说甚么也没有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马福音这个短的结尾 其实在挑战当时的信仆 你害怕些什么 当时这几个妇女见到耶稣復活的消息 天使叫她宣讲出去 她们害怕她们不说给人听 那我们又怎样呢 我们知道主可以卸罪而有復活的信息 我们是否同样像这几个妇女那样 是害怕不说给人听 圣经里面已经充满了很多的经方 每一次人看见神的能力有惊讶 甚至看见耶稣的尸首不在 有个少年人坐在那里也有惊讶 但更加大的惊讶 就是他们不敢说主耶稣復活出去 当时马可的收信人 可能他们都经历很大的逼白 可能他们都很多害怕 很多惊讶 这个短的结尾正在挑战他们 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们讲不讲出去 你们会不会像这几个妇女那样 不讲出去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 在其他福音书记载他们有讲出去 但在这个短的结尾里面 正在挑战我们 我们够不够敢讲出去 耶稣已经复活了 原意我们都记得 我们不要怕 我们将这个福音串扬出去 这是马可一个的信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者